我国有条件的批准再生能源公司3Cable 从澳大利亚进口低碳能源到我国 但由于需要时间开发项目 预计将在2035年之后落实 贸工部第二部长陈诗龙医生 今早在亚洲清洁能源峰会上至此时宣布 能源市场管理局有条件批准3Cable 为我国进口1.75千兆瓦的低碳电力 这意味着项目目前的在技术和商业上是可行的 公司接下来必须遵守技术要求和达成客户可接受的价格等 以获得有条件许可 能源市场管理局也发文告表示 项目符合我国低碳能源供应的长期战略 3Cable计划建设全球最大太阳能基础设施 通过大约4200公里的海底电缆 从澳洲传输电源到我国 目前我国已经有条件的批准 来自印度尼西亚、越南和柬埔寨的9个低碳电力项目 能源进口量达到了5.6千兆瓦 其中5个项目已经获得了有条件许可 当局计划到了2035年 进口6千兆瓦低碳电力 预计到时将能够满足我国三分之一的能源需求 能源表达到4.6千兆瓦低碳电力项目 预计到全球浅冠达到阳内领子 预计到3-2-4千兆瓦低碳电力项目